记者林彦同台北报道 气温奏降 清流感疫情也随之频传 农委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今天在发布包含彰化县大城乡 方苑乡及台南市贵人区各鸭厂 确诊为H5N2亚新高病原性清流感 三厂共计扑杀5378只肉鸭 呼吁业者务必做好生物安全 气温奖农委会防检局 昨天才发布消息指出 26日接获新北市家禽批发市场 附设屠宅场受医师通报 发现有红鱼土鸡土体疑似感染清流感 经采样检验后 确诊为H5N2亚新高病原性清流感 随后便将肌流动存同P土体 六件一程去销毁 未流入市面 然而今天防检局在发布消息 包含彰化县大城乡 方院乡及台南市贵人区各亿肉压厂压支 加强监测确诊为H5N2亚新高病原性清流感 已分别队彰化大城铺杀589只 方院596只及台南贵人4193只 防检局说 这是今年迄今确诊机铺杀禽流感禽厂案 例19例其中有11例是加强监测11例 8例是主动通报 目前共计铺杀164999只家禽 防检局呼吁本周寒流来袭 亦造成家禽紧迫 请养情业者注意禽场保温及通风 并自主落实各项防疫作为 以及提升防疫等级 依规定强化禽场防鸟设施 避免家禽雨后夜鸟接触 同时落实门禁管制 以及人员各式车辆 香笼器械等清洁消毒工作 才能有效防堵疫情入侵及传播